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冥冠十六年生日 我十六岁 我就到军中去了 军中协作不自由 对于军中的事情 你一点兴趣都没有 所以我就离开了 所以我干脆开教书店吧 我叔叔大概是五点到六点钟回去起来 第一站就是仁安路 第二站是通山街 经过迪华街 阳兵北路 到这个广州街 回到古灵街 大概十个小时吧 你看 你看 这笔书我保存了三十年 你看看每一个张街 每一个一句话 几乎都有这个 港笔子看书的人呢 是在抗战时候买的 我实在是佩服到无敌头提 我条书跟他们不一样 我条书跟他们不一样 他们好像这个书破烂了 没有皮子 装定散了 我这样是认为这本书有价值 我会把它收 收了以后给它装定好 呵护这个书里面皮子以后 写这个书皮 封面再绊号摆上去 我一直到现在 这一年正好八十岁 那我书店也正是四十年 一生中的精力 精神都寄托在这个书杯上 大家可以用手